紅衣男衝進宮廟 趁著四下五人抓起一大把香灰 往空中一撒 畫面瞬間煙霧瀰漫 想不到他還不罷手 鎖定下一個目標 重複同樣的動作 光是一間宮廟 就有三個香爐遭殃 撒完香灰 紅衣男狂奔到馬路上 留下滿地煙塵 行徑詭異 但更讓人不寒而慕的事情 接著發生 民眾經過發現 同樣身穿紅衣的這名男子 倒在馬路中央 監視器拍下他一路夭夭晃晃 最後不知倒地 還死命爬了起來 走沒幾步又再倒下 不過這回再也爬不起來 旁邊很多很多無形的兵馬 以及兵將他們一定會生氣 17號上午8點多 紅衣男闖宮廟撒香灰 半小時後在附近親身倒地 過程中玉皇大帝 官司英欺負千歲 太子爺土地公 一共五尊神明 四座香爐遭到他的破壞 前兩天有覺得行為怪異 大哥有帶他去宮廟裡面祭改 今天就發生這個事 雖然廟方表示神明 狂宏大量會原諒他的不敬 但家屬百思不解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宮廟搗亂後馬上親身 時間點太過巧合 讓人毛骨悚然 記者顧向許志成台北報導